大家好,我是蔡寶寶,今天和大家来到香港大学站 在边宜出口石塘咀山到这边,转过去皇后大到西 今天和大家来到元兴隆练家 是一间传统的潮州凡面店 看到外面有些餐牌,现在进去试试 我也很想试个蚝油花菇 刚刚遇见店老板,他说蜂巢豆腐和白叶豆腐是新东西 他做了三个月左右,稍后进去和大家试试 这间店不是很大,旁边有些吃客,免得都去试试 刚好没有人,先拍一拍这个sauce 今天进来这间店,看到上面有一枝一公升的可乐 还有旁边有个可乐罐,还有一个饭壺的物体 还有一部怀旧收音机 还看到一个很怀旧的电话 不知道还能用不着用呢 楼上还有一个蒜盆 另外还有一个告示扒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牌呢 这里有一份承报 也是讲回元兴隆练家的招牌面 大家还记得这份报纸呢 还有又幼稚园小朋友画了一些画送给这间店 还有这间店之前都有拍饭饭给老人家 刚才老板看到我们拍片 都拿了一些可口可乐出的军装赢给我们拍摄 我们拍摄一下 炸酱面的样子很漂亮 肉碎也比较粗 炸酱面不是太辣 甜酸度OK 还有肉比较粗 咬下去也挺有咬口感 面又幼身 也挺好吃的竹饧面 这个汤也很香 大地丸味 你记得辣酱 我死辣的 那问了店员 他说这种辣椒酱是用四种辣椒 再加其他肥制酱料做的 那外面买不到的 先试试蜜鱼 我刚刚盛了辣椒酱 咬下这个蜜鱼来吃 蜜鱼带沙口 虽然它是蜂丝 蜜鱼来吃 很好吃 和大家试试花菇 花菇也挺大 很香的蜜鱼 很香的蚝油味 怪不得这是招牌菜 尝试蜂炒豆腐 尝试蜂炒豆腐 蜂炒豆腐多好吃 加上汤汁 很棒 这边的老闆也挺好 也有问我们哪个豆腐好吃些 我觉得两款豆腐都没得比较 因为两款豆腐都有各种特色 鲫鱼球也挺淡 看到吗 先试试 刚刚咬了一口鲫鱼球 很香果皮 试试一粒贡丸 你会觉得很出奇 这个贡丸很香冬菇味 试试它这个猪肉丸 它这个猪肉丸是用菊子猪做的 里面不干身 还很有汁 听店员说 这些丸都是手炸丸 所以质感就比较好 我试试它这个猪肚丸 又是潮州式的猪肚丸 这个猪肚丸很香的胡椒味 让我试试水饺 这个水饺也很好吃 试鱼皮饺 先试试 鱼皮饺里面的馅 很特别 不懂形容 不像外面那些 那这条影片分享到这里 记得按个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